今天是2020年6月3日 在1928年6月3日 唐纳德·贾德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 贾德被人戏称为盒子艺术家 因为初次观看他的作品 就几个方形的盒子对待那里 很难让人和艺术品联系在一起 但就是凭着这种独特的作品样式 贾德被后人认为是极简主义的代表 虽然他自己并不沟通 但他依然是美国二战后 最重要的几位艺术家之一 极简主义不是同时代抽象表现主义的才华横溢 更不是波普艺术的平易近人 贾德的作品充满理性和克制 这样的艺术风格可能与他严谨的学术出身密不可分 1948年20岁的贾德进入纽约艺术联盟学习 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习哲学 毕业后的贾德空有一身艺术抱负却无处施展 为了维持生计 开始为美国主要的艺术杂志的撰写艺术评论 成为了当时著名的艺评人 波洛克 草菅迷生 巴内特纽曼等作品 都留下了他重要的观点和记录 正所谓You can you up I can I be be 贾德又拿起了画笔 决心创作符合自己内心的艺术 他创作了一系列抽象绘画 从一开始的不规则形状 逐渐演变成了重复更为简单的图形 但贾德很快遇到了他的瓶颈 他发现观众难以将画布和上面的图像 看作一个整体 他说 我发现绘画无法完美解决我的问题 总是故此事必 直到我开始使用盒子 我发现我所有想表达的都在这一个盒子里了 1964年 贾德钻写了那篇著名的具体物件 标志着他艺术创作的关键转折点 在这篇文章中 贾德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绘画或者雕塑的全新艺术形式 这一形式致力于探索真实空间 或者说三维空间 以工业材料之称 强调的是整体而统一的形状 在这样思想的指引下 贾德用一系列工业生产而非传统艺术的创作手法 制作了这些看似像盒子的艺术品 贾德不愿称这些盒子为雕塑 而是绘画和雕塑的混合 是一种三维作品 他试图通过盒子不同的颜色 比例 体积等物质属性之间微妙的关系 和所处艺术空间 交织成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 贾德创作的关键在于空间和作品的那种整体性 不同于他所处时代最当红的波洛克的低话 贾德的作品去掉了一切那些偶然因素 没有情感和任何不可控的地方 为了不让观众过多脑补 贾德索性将自己的作品都命名为无体 如此纯粹的作品挑战了当时对艺术的一般认识 被纽约客杂志成为现代艺术的最后一次大革命 正是贾德一生对于盒子孜孜不见的探索 极大革新了如今人们对美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